火车越跑越快,高铁越修越长,但短途停车站却越来越少 为改变这种现状,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推出火车公交化运行方式 以管内枢纽城市为中心,拉动中小城市 开行80多列时长在一小时左右的列车,方便短途旅客的出行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,管辖铁路客运营业里程12130公里 线路覆盖辽宁吉林,内蒙古,黑龙江,河北等省自治区的28个地级市 近日,这个公司对外公布,在2019年已经开行80多列短途事与列车的基础上 以长春沈阳大连三大枢纽城市为中心,继续开行小编组大密度的短途事与列车,实现公交化运行 周边的这个中小城市,把这个客流把它拉起来,做大做墙 那么下部我们逐渐在梳理这个开行以来的这个这个这个效果 不断的在完善,在运行时刻上更好,满足这个旅客出行的这种需求 据了解,2019年以来,沈阳铁路已经开行了庄河北至大连 瓦房店至大连,榆树至长春,辽园至长春,松园至长春 本溪至沈阳,盘锦至沈阳,府心至沈阳等80多列事与动车或事与列车 并在出行手续上简化快捷 我们也这个简化了流程,设立了专门通道,专区后车 避免这个因为安检时间过长,因为运行的时间本来就短 这个其他的时间再豪费那么多,这就得不偿失了 据了解,目前以沈阳为中心 一小时可通达本溪、辽阳、安山、银口、盘锦、辅新、铁岭、四平等八个地级城市 与周边大连、丹东、朝阳、锦州、长春、通辽等城市建成快速成绩网 乘坐高铁一个半小时均可抵达 沈大、沈丹、丹大、成沈、秦沈、新通、沈长之间的动车已实现公交化运行 以满足周边城市到中心城市的出行需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